各位早上,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麗麗 今天受到偏東氣流所影響 所以今天都吹著比較大的東風 而至於氣溫方面是今早到7點 各區的氣溫普遍都是在24、25度左右 而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一度雲帶覆蓋著沿岸地區 以至南海北部 所以今天的天色都會是多雲為主 而在日出之後,我們在維港看出去 都看到天色是比較昏暗一些 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就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的微雨 最高氣溫大概是28度左右 而風方面就會吹和換至清淨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和高地是間中吹強風的 而至於接下來的天氣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偏東氣流會逐漸換和 我們的天色就會較為明朗 不過要留意到到周末期間 一股強烈的東北國有風 就會抵達華南 所以這些較涼的天氣 就會在下星期初的時候影響我們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天色會較為明朗 而到周末期間受到東北國有風影響 所以到時風勢都會頗大 要留意到到下星期初的時候 氣溫就會逐步下降到20度左右 大家就要留意天氣變化 今天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愉快的一日 再見 再見 再見